我的夢想是 在我家客廳的一個角落 把它變成家庭劇院 有了小朋友之後 我跟老婆就很少時間去看電影 像我們最近特別喜歡看恐怖電影 那其實我們在還沒有結婚之前 是看文藝愛情片跟愛情喜劇片 所以這個落差很大 那在我還沒結婚之前 唯一個人我喜歡看悲劇 大概就是跟著人生的劇本在走這樣子 那我希望這個劇院 有時候可以朋友來家裡聚會 然後我們可以著收一些費用